因為那時候還是胚猜吧 胚囊的時候 沒有 就是胚囊 然後他就哭了 他第一天在照超音波 什麼都沒有 他就哭了 他第一天哭了 他就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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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不解一個 都這麼detail 就對了 太屍體了 38歲黎千娜 體肆月運度首先生 吐黃善河看超音波照片 就哭了 到底 可是對你們來說 應該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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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平衡 真的是平衡 天啊 真的看不出來 這根本不像是 懷孕四個月的孕婦吧 38歲的李千娜 日前才宣布 和交往兩年多的黃善河 等級結婚 即將成為三寶媽的她 完全看不出韻味 還能在舞台上搞歌異曲 不捨得捨不得 沒有什麼被誰不可 就讓自己慢慢成長 慢慢放下 最近身體 我覺得是初期吧 都還沒有到很文明的狀態 所以會有很多症狀 像我錄音也是錄得滿吃力的 現在錄專輯 希望是在12月29日可以發片 就好像孕婦要遇到的 我都該都遇到了 譬如說頭暈啊 孕吐啊 我平常不吃甜的飲料 然後我現在好愛喝奶茶 我平常也不吃冰 可是現在就好轉吃冰 他第一天在照超音波 什麼都沒有 他就哭了 我一開始去那個婦產科 就是發現自己好像懷疑的時候 他在照超音波 什麼都是黑的 就那時候還是胚胎吧 胚囊的時候 沒有什麼 就是胚囊 然後他就哭了 我還想說 如果今年生日後兒 如果沒有懷孕的話 就是動軟這樣子 他就來不了 而且好幸運喔 我其實每天都只能臥床 所以每天的 早餐啊 三餐啊 然後家事啊 然後把我的貓啊 親貓沙什麼 所有的事情 都是他在做 李千娜相隔18年在懷孕 想必分別大二大一的女兒兒子 聽完媽媽有喜樂 是非常shock吧 他們應該只是想的 對 就會很驚艷啊 隔這麼久的時間 結婚本來就是有計畫的 然後小孩子是 就會在計畫裡 我兒子住台中 但我女兒住台北 其實他希望可以住在一起 可以一起照顧他們 親一下子 後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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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耶 他們是小朋友 會帶小孩嗎 很大學 他想找保母吧 只能陪他玩吧 你說幫尿布洗澡 他會嗎 會把他淹死吧 瘦了 錯兩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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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不解一個 用這麼DETAIL 好像在那裡 太漂亮了 我們是 這個目標應該有C吧 有吧 有吧 每一個運動都會被替走 真的假的啦 他們都有回答幾個TOP好 有啊 蛤 這麼大方 我從來沒有提過我 那個 這件事情過 從我出道到現在 從沒有 沒有 也沒有人想要問 哈哈哈哈 我今天最在意的一點就是 臭杯 哈哈哈哈 他原來一直都沒有 沒有耶 你問我我才想想 沒有 這個是你基本 不適合 好 我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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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找到